新北市农业局在市府西侧大厅办理新北青农历农业未来市计划成果展 展示农业创生与金牌农村的丰硕成果 包括了提供加工产品研发、商品包装设计以及销售通路等资源 协助青农生根茁壮提升农与产业的竞争力 市长侯友宜表示 不但要减轻青农从农之路的负担 更借由产观学的合作 让农业发展有不同的面貌 新北青农历以外 从农生再生 以及农业再造 我们重新创造不一样的路 用这三个面向我们往前走 尤其我们特别在今天结合治理科技大学 从农业科技 未来超市怎么样做的先导 来做统合的配合 这就是一个产宽协的合作 在成果展的展区中可以看见青农的辅导成果 像是巴黎古新农场以年轻及文创角度设计文旦又加工品的包装 重新将品牌定位 以及茶园透过远端及时监测智慧化管理等等 而与治理科大合作的未来超市展区 民众只要一拿展架上的青农商品 荧幕上就会同步呈现产品资讯 这场新北青农历成果展将展出到10月8号为止 除了开放民众参观 也可以进行农产电商的采购 邀请市民朋友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北农业 促进农业创生永续传承 记者陈晓丹采访报道